主席 一樣我想請金代表 請金代表 各位你好 金代表你好,我們在場各位先進大家好 今天當然 之所以大家這麼關注 當然是剛剛金代表你所提到的 當然你也有所澄清 就是說你跟馬總統的關係 只有講關係怎麼在笑 那 在剛剛廖委員 廖委員當然是問得非常直接 我覺得有些觀念我們事先也要澄清一下 但你剛剛的回答不錯 事實上 這個對性向對同志 我們其實不一定有貶抑的意思 不一定有貶抑的意思 所以我覺得這個願意誠實的回答 或者不願意 這都是一個選擇 選擇 那你剛剛提的部分 我覺得 還算蠻開誠不公 我覺得跟你早上 早上很多回答 你一直限定在 你說你是角色主義者 你現在 現在報告台美的關係 那我覺得 剛剛那樣的問 剛剛那樣的問題應該 不一定相關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個也跟政治無關 那是我自己這一個 事情做一個澄清說明的 那你很希望把這事情釐清是不是 我看您是比我有興趣 我不見得那麼有興趣 您一上來就把這個當地提 其實我 因為你已經回答你不是 我是對馬英九比較有興趣 那馬英九是不是呢 我覺得您問我這個問題 不是我該回答的 來 從你從政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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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台北市的新聞處長 那麼副市長 然後 當然國民黨的秘書長 其實跟著馬英九總統 是一步一驅啦 所以 有人說你是親密的戰友 剛剛說你是大俠 那有人認為你的風格是小刀 還有人說你是 這個拿著扁鑽的混混 那有的人甚至誇大說 這你是 這個地下總統 半個總統 那你剛剛 其實你也回答了一部分的問題 你說 你可以 這個沒有誤差的 沒有誤差的傳達 也就是精確的 這執行馬英九總統的意志 剛剛我所說的那些 這個 你覺得哪個稱號對你比較適合 我覺得這跟我的業務無關 跟你的業務無關 但是剛剛 剛剛我們所提到的 你所說的你要怎麼樣傳達馬英九精確 沒有誤差的 沒有誤差的這個 這個 不管是 傳達馬總統 同時我也是把我們在美方 所得到的資訊 跟以及美方 不管是行政部門 智庫 還是政黨領袖 在如何 能夠更進一步深化台北關係 我們必須知道的訊息 我們必須知道的訊息 我都會沒有誤差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傳達回來 你的意思是說 剛剛所說的那些 甚至還包括 有人說你是Kingmaker 那些 這個你都無所謂 這個跟我的工作都無關了 你剛剛回答 你剛剛回答廖委員的不是這樣啊 剛剛廖委員問我的意思 關於我自己 你想要 我去給你個機會說明啊 沒有 剛才 感覺你好像背了很多黑鍋啊 是不是這樣 委員 我還是請您集中在問我 有關於台美關係 是我在問你問題耶 是 金委員 金代表 金代表 你要變成金委員嗎 是我在問你問題 是我在問你問題 我剛剛已經提到了 沒有任何評論 我剛剛已經提到了 你的權力基礎 你的來源 就是來自於馬總統 所以外界當然很多 很多這樣的想像 那麼 很多甚至剛剛 很多包括其他 油店要不要漲價的建議啊 這個年金要怎麼處理啊 哪個人事都要問你啊 我覺得您又在誇大 我沒有誇大 我剛才講的話 因為您沒有任何的實質證據 我是說大家有這樣的一個想像 那我現在請教你 早上我記得你在回答的時候說 這個請你當駐美的代表 你也很訝異 有沒有這樣回答 沒有我想我正確的意義就是說 在這個最初的時候 根本這不是我人生規劃裡面的一個工作 那這是馬英九向你提起的 還是你主動建議主動請英的 你要說實話 委員 說實話 這個工作 是總統指派的 我自己也 這個職務當然是總統的職權 但是要考量哪些人事 早上我記得還提到了夏立言先生 這個決策的過程 你能不能跟大家說明一下 委員 這個決策的過程我都不是那麼清楚 所以你是被告知的 委員 您現在我已經到了美國 您還在問我任命的過程 我已經都回答過在媒體上 很早就回答了 我現在回來是要報告我這一段時間 在美國工作 以及未來的願景 主席時間暫停好不好 現在是我在質問你 什麼樣的範圍內容你可以不要答 但是你不要管我 我現在就沒有 你不要管我問你哪個內容 可以啊 您問 剛剛大家才稱讚你 您請問 您請問 主席剛剛時間是不是要扣掉 決策的過程 當然跟你能不能升任駐美代表有關 我們也不確定你講的話 你是不是能夠精確的傳達啊 我們也不曉得這個人士 到底是不是 到底是不是 這馬英九的意志呢 還是是你去影響馬英九 所以我現在要 希望你能夠誠實在國會 跟大家說明 您還說過可以不回答 我還沒講完 我還沒講完 在那個過程裡面 包括王玉琦 包括林中生 包括你這個金代表 所有的人都 都嚇了一跳啊 嚇了一跳啊 那這是 這是你的傑作呢 還是馬英九通知你的 告知你的 我再一次的重複 我希望 我個人的希望 委員這個 願不願意適應另外一回事 我是希望能夠集中再問我 對於台美工作未來的展望 以及這一段時間啊 我在台美工作 展望 展望來自於 來自於整個決策的基礎啊 外交也是內政的延長啊 今天我們要看你這個人士 到底是 到底是怎麼處理的 你跟馬英九 到底怎麼樣無誤差的傳達 要不然我們剛剛 剛剛幾位委員問你的 包括兩岸協議 兩岸協議當然跟美國有關啊 兩岸協議難道 不需要讓美國了解嗎 林立方委員到太平島 美國都關切了 這個金代表 你不會到這幾天 還不曉得這樣的一個狀況吧 請你告訴我 這個 派你當駐美代表 是怎麼樣的一個決策過程 是有人建議嗎 還是馬英九主動通知 你這有那麼困難嗎 委員 我已經在媒體上都公開答覆過 所以我現在不再回答 奇怪 我國會議員沒有看到報紙報導 現在來問你 那您剛才是 我是這樣回答 是因為您告訴我 我可以不回答 我才這樣回答 我告訴你 你可以不回答選擇 你是 Bomber maker還是 King maker 你的外號你可以不回答 現在我在問你 你為什麼有夠格 來可以當這個駐美代表 我們才能確信未來 你所說的話 能不能如實來履行啊 我們的台美關係 是不是像你報告的一樣 不然不是空話一場嗎 空話一場嗎 請你告訴我 我身任這個工作 所以我才會 那是 接任這個工作 是你跟馬英九總統討論 還是你主動請英 還是馬英九在你很意外的情況下 你在弄一傳媒 或者弄其他情況下 熊熊通知你的是哪一個 我跟您講過 我在媒體上已經講過 你沒有講過 我熱意接受這個工作 馬總統希望我回到團隊 我很樂意接受這個工作 所以決策的過程告訴我 是馬英九打電話給你 還是請王玉琦通知你 還是請羅志強通知你 還是你們在定期的聚會裡面決定的 委員我還要再重複一次嗎 馬總統希望我回到這個團隊 我也很樂意接受這個工作 對我來講是一個 新的學習機會跟挑戰 所以是你不知道的情況下 馬總統通知你的嗎 你要我再重複一遍嗎 請你回答 馬總統希望回到這個團隊 馬總統在什麼場合 我希望你表達這樣的意願 馬總統希望我回到團隊 今天很樂意接受這個挑戰 跟學習的機會 在總統府還是打電話 馬總統很希望我回到這個團隊 我也很樂意接受這個 在什麼樣的一個場合 徵詢你的意見 你有沒有思考過 還是馬英九一跟你說 你就說你去 我還是希望委員也許不願意的話 但我還是希望委員能夠集中在問我 在台美關係上的一些重要的 未來的目標 連開頭你都不願意回答 這只是一個決策的過程 我們要知道 針對我現在的角色 來質詢 坦白說你經歷過 你不回答也OK啦 我們都受到時間的限制啦 坦白說 你 被稱為 Kingmaker 你當過國民黨的秘書長 國民黨 過去說 這個黨產要歸零 要歸功 毫無作為 國民黨是這樣的一個政黨 提名 那麼被罰款四千五百五十五萬以上元 國民黨 你做的廣告 李朝青 張通榮 你做的準備好的廣告 跟我們的國人推薦 金代表 現在好像往事 往事這個燕妃 揮滅 與你一概無關 馬總統任命你 馬總統任命你是在這樣的一個過程 一個基礎底下 我必須要了解 我必須要了解 你來國會 或者你對媒體的說話 是不是充斥著謊言 馬總統的決策 是不是完全受你所主導 你所說的無誤差的傳達 是不是真的我們未來可以信賴 這當然是跟裁美關係有關啊 你只是 你只是 在這裡 這個像烏鴉絞舌一樣 連 你怎麼樣被任命的 你都 你都不能回答 我其實高度懷疑啊 我其實高度懷疑 是你主動請贏的 你回答是或不是 委員 我今天之所以 會站在這裡接受質詢 也是因為 駐美代表的工作 我在問你駐美代表怎麼被任命的啊 我剛剛已經回答了 你沒有回答 馬總統希望回到團隊 任命的過程 然後 任命的過程 任命我做 這個 駐美的代表 我很樂意接受 這對我來一個學習跟挑戰的機會 你任命的過程都沒有辦法來告訴大家 這個誰知道 誰知道你跟這個整個未來台美的推動 是不是真的能夠精確傳達馬總統的意志 還是我們大家就必須 是不是 我們大家就必須要相信嗎 每一位過去出場的代表 你說的我們都必須要相信嗎 吳昭謝前代表 謝志偉代表 你剛剛 或者是民進黨政府每一個代表 大家都有這個一定要去這個問 遠的不講 金代表 遠的不講 王玉琦跟林中生都在樓下的委員會 一五一十都有回答 他們回答什麼 他們回答 他們回答都說他們非常意外 他們非常意外 那我剛才講過啊 你告訴我 金代表我人生的規劃根本不是如此啊 不是在誰主動嗎 這個位置誰主動嗎 委員我已經回答很多遍 你沒有回答 我沒有必要再重複 你真的沒有回答 我已經講過原來不是我的規劃 很可惜啦 很可惜 這我們其實要從這裡面 了解 到底整個政府的人事 馬英九會 會大家說你是一個這個 kingmaker 現在我感覺你是一個 bummer maker 你知道嗎 你是一個 bummer maker 那麼你 你就國民黨也好 整個政府現在也好 好 633 你有沒有參與 你有沒有參與這個這個宣傳的計畫 這個政治的承諾有沒有參與 這中間的過程 提名的過程 整個國民黨運作的過程 整個政府施政的過程 用人的過程 你用這幾句話 像烏鴉角色一樣來這裡搪塞 非常可惜啦 本來看你 這個剛剛廖委員還稱讚你 本來希望好好的 就這個過程讓大家了解 到底馬英九是怎麼樣的一個角色過程 馬英九的角色過程 就影響到台美未來的關係嗎 你請回吧 你請回吧